扔不掉的头发 正在读大学的小莫 是一个非常喜欢安静的女孩 她很不习惯宿舍里的吵吵闹闹 于是呢 她决定搬出宿舍 搬出宿舍之后 她就需要在外面找房子 找了很长时间 终于在一个看上去 有些破败的居民巷里 找到一所房子 虽然离着学校较远 但并不偏僻 最重要的是 整个巷子里 除了小莫以外 也就剩下寥寥几户居民而已 这就显得非常安静 正合了小莫的心意 而且房租价格又公道 她当即就租了下来 这房子看上去 有些年代了 院子很大 通过屋内的陈设 看上去像是民国时期的房子 几乎都是些陈旧的物件 小莫租房子的时候 主屋里有间厢房 房东特意嘱咐小莫 千万不要动里面那些东西 说到此处的时候 房东的表情呢 极其不自然 好像对那些东西 极其惧怕似的 小莫就感到纳闷了 在厢房里会有什么的 房东又在惧怕什么呢 不去管这些了 她目前最高兴的是 终于找到自己安静的小窝 时间很快过去 已转眼一个星期了 这天刚好是星期天 不用去上课 小莫美美地睡了一觉 她从床上起来的时候 已经是上午九点多了 洗漱一番 出去买了早餐 吃完饭以后 实在是闲得无聊 她就想着打扫一下卫生 小莫极其认真地打扫着卫生 越干越起劲 甚至于进了厢房 她都不知道 等她干完的时候 她才发现 原来自己无意间 已经进了厢房了 幸亏没有碰坏什么东西 不然房东还指不定 怎么怪她呢 就在她起身 准备离开的时候 她发现自己所在的地方 似乎有些不一样 虽然是木地板 但是自己所站的这块木板 刚刚居然动了一下 这块木板是活的 小莫低头看了一下 这块木板 与其他木板之间 缝隙明显要大一些 好像是一块门板 小莫就猜想了 这下面极有可能是地下室 或者暗格之类的 房东说过 不能动这里的东西 不过小莫想 这块木板 应该不属于房东说的 这些东西里面的范畴之内吧 沉思了一下 小莫先开那块木板 果不其然 下面是一处地下室 好像并不大 没有阳光照射 里面黑漆漆的 小莫打开了手机 光束射到里面 里面的东西一览无余 一张供桌 供桌上摆着一个香炉 香炉里插着三炷香 供着一个雕塑 双手合十 看上去不像是佛像 小莫也说不上来 那是什么东西 毕竟他没见过 雕塑上面的双手的手腕之间 好像挂着什么东西 凑近看去 原来是挂着一小撮头发 长长的 一看便指是女人的头发 而且上面还绑着一根红色的绳 小莫不自觉地 取下那撮头发 他自己感到有些奇怪 不知道为什么 自己会去拿着头发 好像取头发那一瞬间 并不是自己主导身体的 而且在他拿起这头发的时候 一种极其不安的感觉 涌上了心头了 心里莫名的感觉有些不舒服 小莫吓了一条 随手扔掉那撮头发 心里不安的感觉 随之消失了 更加确定问题 就在于这头发上面 小莫的第一反应 就是赶紧离开这个地方 于是他慌慌张张地跑了出去 重新盖上那块木板 脚步匆匆地离开了厢房 把厢房的门关得紧紧的 好像自己没有来过的样子 可是他却忘了那撮头发 已经被他随手扔在地上 并没有放回原来的位置 大学的课堂上 一般都是乱糟糟的 聊天的 睡觉的 谈恋爱的 这都属于正常现象 反倒是认真学习的 成了异类 而小莫就属于这些异类中的异员 这一天 小莫正在认真地 听着讲台上的教授 讲解着对于他来说 感到困惑的一些难题 然而 就在他拉开抽屉 准备拿一些资料的时候 一撮头发 呈现在他的眼前 哪来的头发呀 小莫小声地嘀咕了一下 就在他看到那撮头发上 红绳的瞬间 小莫不禁睁大了眼睛 这不是那天地下室的那缕头发吗 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小莫害怕了 他猛地一把推上抽屉 脑子里开始胡思乱想起来 顿时没了继续听课的心情 此时的小莫 脑子里都是那头发的事情 等到教授讲完课的时候 小莫猛地拉开抽屉 想把头发扔掉 可他却惊奇地发现 那头发消失了 无影无踪 可是自己明明真真切切地 看到那头发在抽屉里的 怎么突然就消失了呢 难道刚刚是自己养花了 小莫实在是想不明白 也只有这种解释 是合理的 下午的时候 小莫和几个要好的同学 约好了在大学城里面 一家特色店里吃饭 就在饭吃到一半的时候 小莫突然觉得 肚子不太舒服 匆忙地跑去了厕所 就在上完厕所之后 小莫在洗手的时候 突然发现抽纸筒里 已经没有手指了 自己本身就有随身携带手指的习惯 于是他就从上衣口袋里 掏出手指来 可是当他伸手去口袋的时候 却摸到另外一样东西 软软的 很细 长长的 那好像是头发 他猛地一把掏了出来 呈现在他眼前的 赫然是那一撮头发 小莫尖叫了一声 把那头发丢在垃圾桶里 他的身子都跟着颤抖起来 他不知道什么时候 那头发跑到自己身上 越想越是恐慌了 盯着那撮头发 小莫犹豫了好久 最后像是下了某种 决心似的 用他身上紧剩的一小截手指 包裹住那撮头发 两只手轻轻地捏着 把它丢在厕所的便器里 然后 摁下了冲水开关 看着那头发在水流中冲下 旋即随着水势 缓缓地消失了 他这才如是重负地松了一口气 在这之后的几天里 那头发好像真的消失了一般 好像再也没有出现过 周六的一个下午 小莫和他最要好的闺蜜小五 一起去理发 由于是冬天 他们两个都穿着厚厚的羽绒服 互相吸闹着走去理发店 就在小五闹着 让小莫背他的时候 却发现小莫背后的帽兜里 好像有什么东西 他一把拿了出来 冲着小莫笑嘻嘻地说 是谁在你帽子里放进了这里头发呀 你都没发现 当看到头发的瞬间 小莫的脸灯石就变了 就跟见了鬼似的紧跟着头皮一麻 他大喊着 快把那头发扔掉 快呀 小五愕然地看着小莫 疑惑地问道 小莫 你怎么了 见小五没什么反应 小莫不由分说地 一把夺过那头发 猛地扔向他身旁不远的护城河里 拉着还没有缓过神的小莫就跑 可是在这之后 那头发 好像缠上了小莫一样 无时不刻地出现在小莫的生活里 小莫面临着恐惧的同时 他的精神几近崩溃 小莫忍受不住了 于是找到房东 如实交代那天的事情 以及最近发生的事情 我不是早就告诉过你 不要碰那厢房里的东西吗 你偏要碰 唉 在训斥完小莫一番之后 房东打开那间地下室 把那撮头发又重新放回那雕塑上 对着雕塑不知念叨着什么 小莫不知道房东到底念叨了些什么 他只知道在这之后 那头发没有再出现过 而那所房子 他也再不敢住了 在搬离那房子之后 他又重新搬回了宿舍 虽然失去了他向往的安静 现在他发觉 宿舍这种吵闹的生活 远比安静 要好得多 只是自己一直未曾发觉罢了 租房 无需押金 每用五百元 独立卫生间 厨房 各种家电设施完备 干净整洁 拎包即可入住 那是一幢看似普通的公寓 远航推开大门 干净地走了进去 你好 他在总台服务处 四处张望着 有什么事吗 很快 玻璃出窗后 探出一张中年男人的脸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 那都是一个极度丑陋的人 头发稀疏 尖嘴猴腮 眼目歪斜 仿佛这个世界上 所有难看的五官 都集中在他的身上 猥琐肥胖的中年男人 打量着远航 好像若有所赐的样子 不好意思 我正在找人 远航拿出一张合照 里面是和女友外出的情景 请问 见过这个女人吗 她将照片递到中年男人面前 询问道 后着看了几眼 无奈地摇了摇头 你再好好想想 她是否在这里找过房子 远航皱了皱眉 显然不想那么快放弃 其实她是我女朋友 因为之前吵架搬出去了 后来一直都联系不上 我有点担心 所以 在她解释下 中年男子再次拿起了照片 她这次认真地看着里面的女人 一刹那 熟悉的回忆 在脑海中浮现出来 数天前 公寓总服务台 对呀 我那房子不回去了 就让它空着吧 多花钱 也没有办法呀 我可不想再看到那个家伙了 梦梦一边打电话 一边推开公寓的前门 哎呀 她当时简直疯了呀 我被推倒 现在手还肿着呢 没有 根本不用去医院 反正只要远离她 我的生活 从此就会变得好的 小姐 请问你有什么事吗 这是 总服务台那个丑陋的男人 探出头来 疑惑地看着她 先不说了啊 我有事 梦梦快速挂断电话 然后微笑着对她说道 请问这里有房子出租吗 我想要那种 最方便那种 就是马上可以住进去的 男子上下打量了她一边 黑黑地笑着说道 有的有的 我们二楼都是女性住户 那里面不少套间 都是五百块一个月 十分便宜的 那好 你现在能带我去看看吗 当然可以 请跟我来吧 男子推开了防盗门 带着梦梦 走上楼梯 虽然这里外表看似简陋 但里面却是十分的干净的 墙角几乎没有什么垃圾 就连灰尘也不怎么多 不仅如此 她总觉得空气中 弥漫着一股消毒水的味道 这正合她的意思 在外面的地方 最重要的是干净 不然有什么老鼠蟑螂之类的 那怎么办呢 小姐 你的套间就在208 里面有空调热水器 无限上网 大部分家具都齐了 你可以马上入住 另外 我对这里的卫生很负责 你也不用担心别的问题 还有一点 最重要的是 这里住着不少和你年龄相仿的人 平时出入也有个伴儿嘛 男人正说话间 他已经来到了208 正当他拿出钥匙 准备开门的时候 电话铃响了起来 不好意思 请稍等一下 孟孟做了个抱歉的手势 男人会议 走到一边抽烟去了 喂 又怎么了 对啊 我正在看房子呢 孟孟将电话 换到另一边 不耐烦地回答道 跟家人说 当然不可能啊 我妈他们烦死了 知道我一个人住的话 肯定不同意的 对 还有其他人 我也没说 省得他们取笑了 你懂吗 我现在要找个地方躲开他 最好与世隔绝 等到他放弃之后再回去吧 对了 我现在正在看公寓呢 不说了啊 拜拜 孟孟挂断了电话 中年男子看了回去 不知为何 他的脸上却多了一分 难以觉察到的笑意 小姐 如果你只是想找一个隐蔽的地方 可以去尽头那间空房间 那里原本是用来做储物室的 后来不需要了 所以也改成了房间 但因为实在太偏僻 所以没有什么人去住 那好吧 带我去看看 好的 男人又在前面引路 他一边解释道 虽然那个地方小了点 但胜在保密度高 而且一个月只需要三百 实在太适合你这种上班族了 三百 孟孟惊讶地扬起了眉毛 虽然这边不算是大城市 但消费水平也在日渐攀升 难得找到这种超值的套件 实在是难以想象了 如果能从住的地方再省些钱的话 那自己买房子的计划 就可以提前实施了 没想到这些 他总是兴奋地跳起来 很快 他们来到了219房间 男子打开门 里面一片漆黑 孟蒙在墙上摸索了一阵 终于打开了灯 里面有一些必要的家具 只是也堆放了不少的杂物 你放心 我待会儿会把这些东西都搬出去 里面擦一下就可以住了 男子走了进去 孟蒙点头四处观察着 忽然他发现在床的位置上方 有一块巨大的玻璃 他惊讶地问道 这是怎么回事 晚上睡觉的时候 不会碎掉吧 放心吧 没事的 怎么会没事 这么大的玻璃 万一掉下来 我肯定完蛋了 这还怎么睡啊 孟蒙还想争执的时候 忽然觉得身后的人影一动 男人从后面窜上来 将一块抹布 堵在他的脸上 刺鼻的味道涌入鼻孔 他挣扎了一会儿 最终还是晕倒在地 告诉你吧 玻璃是不会碎的 因为厚度达到了十厘米 而且重量是五百千克呢 将他放倒之后 男人露出了狂热的神情 就像野兽面对猎物的时候 那种嗜血的表情 梦蒙昏睡了很久 当他醒来的时候 却发现自己被绑在床上 不仅是这样 头顶的玻璃也降了下来 正紧贴在他的身上 原本秀气的脸庞 被压得几近便行了 你 想 救命 因为被玻璃压住 他几乎说不出话来 就连呼吸也变成 一件奢侈的事情了 嘿嘿嘿 你终于醒了 旁边的猥琐男子 窃笑一声 然后爬到玻璃上面 原本已经下沉的玻璃 再加上他的重量 梦蒙被压得喘不过气来 整个人都变形了 只能依稀听见 他痛苦的叫声 嘿嘿嘿 很难受对吧 这是不让你随便动 特意压下去的 放心吧 你会成为我的第二个艺术品 说完后 男子搬下了墙上的开关 梦蒙无法反抗 身体被渐渐地压扁 鲜血流满了整个套间 看你的眼神 他就住在这里吧 远航询问 打断了他 男子放下照片 眯起眼睛 看着他 拜托了 我之前真的是找了他很久的 远航双手合十 那么 你找他的原因是 其实 我是他的男朋友 因为之前吵了一架 我们只是有些误会 但现在 我已经想通了 决定要和他道歉 求你帮帮忙好吗 我保证 不会打扰到其他人的 男子的眉头 又减了几分 你真的确定 是他吗 他现在 就住在219 要是你轻轻地过去的话 倒也可以 真的吗 那真的太谢谢你了 远航满心地 拿起礼物 走上楼梯 等一下 他现在 应该出去了 男子叫住他 那没关系啊 我就在里面等他 好吧 我去给你开门 麻烦了 男子带着远航 走进了219套间 顺便关上了门 但后着却茫然不知 他的手里头 已经拿起了榔头 好了 这就是我为你讲的 租房的故事 听完这个故事 那些价格便宜 设施完备 但不知为何总是 弥漫着一股消毒水味道的公寓 你还敢住吗 对面楼里的 白衣女孩 为了让女儿 有个安静的学习环境 备占中考 赵小林的父母 卖掉了市区的房子 在城郊偏僻的小区 买了一栋房子 这里虽然交通不怎么便利 住户也少 但最大的好处 就是安静了 而且周围 没有什么不健康的娱乐场所 在这里不用担心 会被任何不良的事物 所诱惑的 赵小林的家住五楼 父母把最大的一间卧室 让给他学习用 自己呢 则是挤在小卧室里 赵小林明白 父母的良苦用心 知道他们为自己的学业 牺牲了太多的东西 所以他非常用功 每天晚上放学后 赵小林都会自觉地 回家写作业 写完作业后 他也不看电视 不玩电脑 用不着父母催促 他都会认真地看书 做题 与其第二天要讲的知识点 看到女儿这么用功 赵小林的父母 也很是欣慰 他们的女儿 终于长大懂事了 不过 总是看书眼睛会感觉发酸的 每当看书看累的时候 赵小林都会走到窗户前 打开窗户 望一眼黑暗的星空 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 让自己紧张的情绪 舒缓放松一些 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每当赵小林打开窗户 往外看的时候 他就会看到 对面那排楼五楼 正对着自己卧室的窗户里 站着一个白衣女孩 他总是面无表情地 看着自家窗户 不动 也不说话 他家屋子里的光线很暗 看上去 总是给人一种 诡异而神秘的感觉 每次看到女孩的时候 赵小林都会友好的 冲他笑一笑 可女孩根本没有反应 他就站在那里 看了赵小林一会儿后 然后就离开了 随之那屋子里的光也熄灭了 哼 真是个奇怪的家伙 赵小林摇着头 离开那个窗户前 慢慢地坐到书桌前 继续复习功课 只是她没有发现 在她离开窗户之后 那女孩再次出现在 对面的窗户里 思思盯着正在坐在书桌前 学习功课的赵小林 冷冷地鬼笑着 赵小林渐渐开始 对对面楼那个 素不相识的女孩 赶起兴趣来 每天做完作业 她都会有意无意地 靠近窗户 跟对面那个女孩打个招呼 虽然对方并不理睬自己 但她也不知道是怎么了 只要一天看不到那女孩 她就会觉得心慌意乱 无法安眠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 离中考的时间越来越近 但赵小林的父母 却发现女儿身上 有一些不对劲了 她虽然每天还是很早回家 很快地写完功课 但是每当她们推开门 给赵小林送牛奶和水果的时候 总是发现女儿站在窗前 朝着对面的窗户摆着手 脸上似乎还挂着奇怪的笑容 灵灵 你干嘛呢 我随便看看 没什么 每当她们问起来 赵小林都这样回答 赶紧复习功课吧 下周不叫模拟考试了吗 加油哟 父母有些不放心地走出卧室 面对女儿身上的微妙变化 她们确实感到有些不合常理 但好在赵小林学习成绩 还是一如既往的优秀 并没有下滑的迹象 于是她们便自我安慰 也许是女儿压力太大 自我调节吧 赵小林也发现自己身上的不正常 但是她自己也没办法解释 为什么那个女孩 总是出现在对面楼里的窗户里 为什么只要自己一天看不到她 就会觉得很不舒服 而且那女孩开始频繁地出现在她的梦里 就跟她在现实中看到的一样 立在对面那扇黑暗的小窗户里 免无表情地凝视着自己 为什么 为什么 难道这一切只是巧合吗 每当想起女孩那张苍白的脸 赵小林就会觉得浑身颤抖 可是她根本控制不住 自己去看那个女孩的欲望 身体就好像被某种无形的力量 给控制了一半 不听使唤 赵小林变得越来越憔悴 她吃得越来越少 身体呢 变得越来越消瘦 而且眼圈 也时常是黑着的 考试成绩 也在悄然地下滑着 女儿 你这是怎么了 最近魂不守舍的 还有 这次怎么考得那么差 你知不知道 还有三天就要中考了 如果你一旦失误 我和你爸所有的努力 就前功尽弃了 看着赵小林 画满红叉的卷子 母亲急得哭了出来 哎呀 别哭了 林林这只是一时没有发挥好而已 中考的时候啊 她一定会考好的 父亲一边安慰母亲 一边给赵小林使了个眼色 让她回屋 赵小林低下头 缓缓走进自己的卧室 她不由自主地来到窗户前 看到对面那个女孩 正冲着自己冷冷地笑着 活着是不是很累人呢 女孩拉开了窗户 对赵小林说道 我可以带你去个好地方 什么地方 赵小林目光呆滞地望着女孩 跳下去吧 和我一起跳下去 这样 你就能够看到天堂了 白衣女孩说道 她把身子探出窗外 一头栽了下去 赵小林慢慢地低下头 嘴角露出了一丝奇怪的笑容 爸妈 用别了 随后 她拉开窗户 纵身跳下了五楼 不知是巧合还是什么原因 赵小林并没有死 但她却被摔成了粉碎性骨折 这一辈子 她注定 要在轮椅上生活了 为什么救我 为什么要救我 让我走不是更好吗 赵小林躺在病床上 歇斯底里地 朝着已经哭成泪人的父母吼叫着 那女孩走了 我也要走 什么女孩 父亲心里一惊 他一把抓住赵小林的手 追问道 这是怎么回事 就是住在我们家对面五楼那个女孩 也掉楼自杀了 什么 不可能 那天晚上 只有你一个人跳下来 我们根本没有看到别人的 听完女孩的叙述 赵小林的父母觉得此事有蹊跷 便找到小区的物业 想了解一下对面五楼的情况 可听完物业管理说的话以后 他们几乎是吓得说不出话来了 自己家对面五楼是空着的 根本没有人住 不过 三年前有个上初中的女孩子和父母住在那里 因为学习压力大 加上经常被父母责骂 女孩失去了继续活下去的信心 她从卧室的窗户 一跃而下 活活地摔死了 她死的时候 穿了一件白色的衣服 嘴角挂着一抹冷笑 恐怖的春节 今天讲的这个故事呢 是发生在2001年1月的一天 在陕西西安市的一个城中村里 这一天呢 是大年29的晚上 7点多 我吃完晚饭 和村子里的几个小伙伴在街上追逐大闹 跑到了村口 就看到一个中年人 大概能有四五十岁的样子吧 穿得泼泼蓝蓝的 一身黑色大棉衣 靠在村口的石头上闭着眼睛 这因为是生面孔 而且有点奇怪 我们一群人怀着好奇心 就上去一探究竟 走到中年人跟前 他还没有睁眼睛 像是睡着了一样 村口的红灯笼 照在中年人脸上略带恐怖 张海龙说道 不 你敢不敢上去叫醒他 我说 这有啥不敢的 我敢 你敢吗 张海龙说 纯牛皮呢 平时都说你胆子大 连个老头都怕 对对 显然呢 他的即将发起了作用了 我随手捡起一个树枝 在中年人肚子上戳了一下 中年人没反应 我又试着在肩膀上用力戳了一下 这原本呢 中年人的头直直地靠在石头上了 被我这一戳很自然的就倒向了右边了 紧接着身子也跟着倒了 我吓得呀 向后退了几步 被张海龙他们一行人给挡住了退路 我已经意识到 不对了 这人 不会死了吧 你上去 把手放在鼻子上看看 还有呼吸吗 这 这 这 冬天 神呼吸肯定能看到气呀 你看 他都没有呼出气 肯定是死了 其实呢 我是不敢上去使的 内心慌得厉害 这个时候 村口商店的老板呢 过来了 看了一眼说道 去去去 你们这小娃 别在这瞎胡闹了 马上过年了 还在这瞎一个啥呢 我们被商店老板赶到一边 就看到啊 远处商店老板走回自己店里了 拿起了座机 打了个电话 大概五分钟左右 警车就来了 警察下了车 在中原人周围 转了两圈 蹲下来 检查了一下 然后和商店老板聊了一会儿 还比划着什么 不一会儿呢 又来了一辆黑车 下来几个人 把中原人放进一个黑色袋子里 用担架给抬走了 这时呢 我得意地说道 嘿 看啊 我跟你们说那人是死了 你们还不信 此时感受到了小伙伴们崇拜的眼神 我大摇大摆地往村子里走去了 就在这时 我隐约感到这背后有人跟着我 也不是我们这些小伙伴 感觉是一个大人的身影 我下意识地一回头 就什么也没看见 和小伙伴们 在村子里玩了一会儿 我就回家了 到家以后呢 我还跟母亲说了 刚才这村口死了一个人 我母亲还以为我胡说八道呢 剁着饺子馅 敷衍了我几句 就开始挑开这个话题了 这第二天是大年三十 早上起来 我母亲把新衣服 给我放在床边 上面还有一个红包 我兴奋地顾不上新衣服 先打开红包看看 里面呢 有五百块钱 我穿好衣服 出了自己的房间 看到母亲在厨房做早饭 我开心地上前抱着母亲 在母亲脸上亲了一下 说道 妈 新年好 谢谢您的大红包 我母亲看着我 笑了笑说道 去玩吧 饭一会儿就好 我回到客厅呢 打开电视机 这时 感觉到了一种 压抑的感觉 总觉得这沙发后面 还有一个人 可是我一回头 什么也看不到 客厅里就我一个人 我还沉溺 在拿到压岁前的喜悦之中 想着吃完饭 准备去网吧 畅游一番 就没在意这些 这时我母亲喊我去端菜 我屁点屁点的就去了厨房帮着母亲端菜 也没告诉母亲我的奇怪感觉 吃完饭我跟母亲说 我去网吧玩了 我在网吧玩了一天 中午一桶泡面就对付了 下午六点多从网吧出来 到了家以后 母亲已经准备好了一桌子菜 还有我二姨我妹 因为二姨父工作的原因不在西安 所以二姨和我妹来我们家吃年夜饭 我们几个边吃边聊 等着看冲碗 这个时候 我的房间突然就发出了一声巨响 我跑进房间一看 我挂在墙上的相框掉下来了 玻璃碎了一地 我正在纳闷这是怎么回事的时候 我母亲说 没事没事 大过年的 岁岁平安嘛 只见母亲安慰着我 我也没在意 心想可能是钉子没钉牢吧 说完饭我说 妈 我和同学约好了去网吧玩的 就不陪你们看冲碗了啊 说完没等母亲答应 穿上外套 我就出了门了 就在我出门的一瞬间 我眼睛余光看到 我家院子里 站着一个人 齐样貌 就像昨天村口死的那个人一样 等我停下脚步仔细看的时候 却什么也看不见了 当时我急着去网吧 什么事情也挡不住我去网吧玩的心 也就没在意 在网吧玩的一晚上 第二天早上凌晨五点的时候 实在是困得不行了 我和小伙伴们就从村口的网吧出来 往家里走 就在这时 我总感觉身后 有人跟着我 距离忽远忽近的 但是我一回头 什么也不见了 这是我心想 这大过年的 别什么脏东西 缠上了我吧 不一会儿呢 我就回到家了 我母亲和二姨 他们都睡着了 我悄悄地进了自己的房间 到头就睡 我做了一个梦 在梦里啊 场景大概是一个陌生的山村里 我骑在一匹马上 有一个人 穿着黑色棉衣棉裤 牵着马走在大路上 可是啊 这条路 怎么走都走不完 牵马的这人呢 不是回头看看我 问我 饿不饿 渴不渴 可是在梦里 我看不到这人的脸 并且 我十分恐慌 坐在马背上 我看着旁边的人 拼命地大喊救命 可是两边的人 感觉听不到我说话似的 没有一个人打理我 我就坐在马上 一直往前走 也动不了 也没人理我 我醒来的时候呢 已经是大年初二 晚上八点多了 我醒来就感觉 非常的疲惫 只见我母亲 坐在我旁边 拉着我的手 感觉很焦急 春花奶奶在旁边 收拾着她的东西 这使我意识到 事情不对劲了 春花奶奶 让母亲给我倒了一杯水 我喝了两口 感觉轻松了一点 坐起来就问 是怎么回事 我母亲说 我睡着的时候 一直喊救命 却怎么都叫不醒我 然后让我妹 去请了 春花奶奶来看看 春花奶奶说 我是被邪碎 带着灵给游走了 这灵游的意思呢 就和灵魂出窍差不多 费了半天功夫 才把我叫醒的 这个时候呢 春花奶奶让我母亲 明天去买一只大公鸡 机关越打越好 然后呢 让我明天和她一起 去把邪碎送一送 送完就没事了 今天晚上就好好休息 然后又给我一个三角宝塔 让我挂在脖子上 说她明天早上就过来 临走的时候 特意嘱咐我母亲 别问我梦里的事情 说完转身出了门了 我母亲就跟着 送春花奶奶出门了 由于我浑身乏力 就感觉像跑了几十公里路一样 瞬间就又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九点多 我起床 感觉神情起床 我洗漱的时候 春花奶奶就来到我家了 问我母亲 准备的怎么样了 只见我母亲从厨房 抱出一个 比鹅还要大一圈的大公鸡 春花奶奶说 让我穿好衣服 我们准备出发了 我迅速的洗漱完毕 穿好衣服 从房间里走了出来 春花奶奶拿出一个红绳 一头拴在大公鸡的爪子上 一头呢 拴在我手中的指关节上 然后让我抱着 嘱咐我 一路上 让我把大公鸡抱紧 千万不能让掉了 这出了门 我们走到村口 打了一个出租 告诉司机 去封玉口 我心里就嘀咕着 封玉口 不是过了长安县了吗 都已经出了西安市了 我们去那儿送啊 大概一个小时左右 我们就到了封玉口了 春花奶奶 带我们进了秦陵山 走到一个山村的村口前 春花奶奶说 让我把大公鸡放下 只见大公鸡 跟吃错了药似的 顺着这个山村的小路往前狂奔 走着走着 我就感觉不对劲了 眼前这场景 不就是我前天梦里的场景吗 我刚准备跟春花奶奶说话的时候 春花奶奶给我打了一个虚的手势 意思呢 不要让我说话 我就没有吭声 这时大公鸡带着我们来到一个大树下 窝在树下就不走了 春花奶奶从包里 拿出一个橘子剥开皮 掰了四瓣 放在大公鸡的面前 只见大公鸡把这四瓣橘子 都用尖嘴啄了一下 然后春花奶奶啊 解开红线 就跟我们说 走吧 她到家了 她也同意以后不再骚扰你了 我们出山村的时候 春花奶奶给我和母亲 一人一颗红色的豆子 让我们含在嘴里 出了山再吐掉 出了山 我们打了车回到家 表达了对春花奶奶的谢意 我好奇地问我母亲 我睡着的时候都干了什么 春花奶奶怎么把我叫醒的 我母亲说呀 她起床以后 推开我的房门 看我在睡觉 想着我玩了一晚上 让我多睡一会儿就没打扰我 准备和二姨做午饭的时候 听到我房间里在喊救命 她冲进房间后 发现我在床上发抖 并听命地在喊着救命 怎么咬怎么叫 还往我脸上喷水 就是不行 后来让我妹去请了春花奶奶 这以下的事情呢 是我母亲告诉我的 春花奶奶来了以后 先是点了一根香在我手里 围绕着我们家的院子外面 转了一圈 走到床前的时候 手里的香啊 已经肉眼可见的速度燃烧着 春花奶奶迅速地 从随身的包里 抓了一把米 扔在我脸上 扔完米 我就不喊了 然后春花奶奶 让我母亲 拿一些馒头来 放在我的嘴里 一会儿 我就吃掉两个馒头 第三个馒头吃到一半 我就咬着馒头 春花奶奶又拿出一打黄表纸 卷成了大概有一米长左右的绳子 点着了 又绕着我们家房子里外转了一圈 最后呢 扔出院子门外 回来后春花奶奶双手掐绝 凌空写着什么 闭上眼睛 坐在我床边很长时间 我母亲说 那会儿呢 她很着急 不知所措 内心非常的焦急 又很害怕 大概半个小时左右 春花奶奶睁开眼睛 告诉我母亲说 和那个鞋碎谈好了 先是让我母亲去厨房做几个菜 然后春花奶奶用黄表纸 写了一张字 贴在椅子上 让我母亲和她待在房间里 过了一会儿 听到客厅里 有一声筷子敲碗的声音 春花奶奶让母亲 去把那些饭菜倒到门外 回来后呢 把碗筷洗干净 然后让我母亲准备一些烧纸 在院子里画个圈 写上黄字 给那个鞋碎送点钱 烧完只用清水把灰烬 全部冲走 做完后 来到我的房间 看到我嘴里的馒头掉在地上 然后春花奶奶 从包里拿出几个红豆子 泡在小水盆里 用手蘸着水 潘在我的身上 让我母亲喊我 不一会儿呢 我就醒过来了 后来过年期间 走亲房友结束以后 我特意去找了冲花奶奶 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冲花奶奶只说了句 小孩子以后别乱跑 别打听这些事 然后又拿出一个三角宝塔给我 让我随身带着 这是我从小到大 过得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春节 我看到了他 我呢是辽宁大连人 自从进入社会以来 我也做过几份不同类型的工作 其中做到时间最长的一份工作 就是在大连发现王国做人事部的培训师 做了八年时间 有苦有乐的同时 也有一些令人惊悚的心机的回忆 以下是我在公司遇到的几件邪乎事 我相信大多数人都会不经意地听到 或者讨论过类似的话题 就是灵魂和未知的生物到底是否存在 在这个世界上 除了我们肉眼能看到的实体形态的生物 比如人类动物植物等等 到底有没有其他形态的物质存在呢 我的答案是有的 这并不是我精神世界出了问题 也不是我的信仰出了问题 而是经历过 才懂得 才确信 因为有些东西不是我们看不到 听不到 感受不到 就不存在的 那我要说的第一个事情呢 是这样的 我是第一批入职公司的老员工了 因为前期园区建设 工作很繁忙 那段时间 大家都为了工作 很多同事就暂住在宿舍里 我也不例外 当时我和另外一个女同事暂住在一起 因为一切还在逐步的规划建设当中 所以宿舍里配置都很简陋 二人组上下铺 下铺住人 上铺放东西 一张桌子 两把椅子 尖刺而已 那段时间虽然很辛苦 但也收获了很多快乐 跟宝贵的工作经验 当然了 也有一些让我至今都难忘的经历 提到鬼崖床 相信很多听友都听说过 或者有些听友也经历过 我在网上查阅了一下 如果用科学来解释的话 是指睡觉的时候突然有了意识体 但是身体动不了 事实上是罹患了睡眠障碍的疾病 是属于一种睡眠瘫痪的症状 我呢不想反驳和质疑科学得出的结论 但是我仅用科学定义 又解释不了发生在我身上的事 记得那天我下班照常回到宿舍 洗漱完毕之后就上床休息了 我是以头向门脚向窗的方位躺着的 工庄当时是挂在我的床头的正上方的 因为太疲劳了 所以不一会儿呢我就睡着了 不知睡了多长时间 突然觉得耳朵麻酥酥的 然后头皮也开始发麻了 接着有种非常尖利的声音在响 呲啦呲啦 就像是金属互相摩擦那种 很尖很尖的声音 一声接着一声 瞬间我的鸡皮疙瘩就起来了 我当时是面向墙壁 向左侧侧卧的 就像翻一下身 但当时我想动的时候 发现根本动不了 是一动也不能动的那种 就像被人按住了 我想张嘴喊也做不到 但此时我却能感觉到意识 是完全清醒着的 我能看见周围的物品 听见声音 感受到一切 但是呢 就是动不了 不得不承认 我当时真的是害怕到几点了 甚至于 我都有点生气了 于是我使出了吃奶的力气 把头转向身后一扭 然后我就看到了 这辈子 都忘不了的一幕 我居然看到我身后的工装 就站在我的身后 是的 你没听错 我的工装 它站在我的身后 像有人穿着一样 真真切切地站在那里 我当时的第一反应 不是害怕 而是愣住了 当时大脑一片空白 因为睡前 我明明把工装挂在床头了呀 我非常的确定 等我反应过来之后 马上感觉到 全身的汗毛都立即来了 那一瞬间 真的是浑身冰凉 我强行安慰自己在做梦 可我的意识 却是清醒的 我想闭上眼睛 把头转回来 可是呢 身体不听使唤 当时我就那么直勾勾地 看着那件工装 这还不算什么 最诡异的是 我感觉那工装领口上有个头 实际上是没有的 但是我感觉就是有个头 那头在盯着我 那种阴冷的 被死死盯着的感觉 绝对是不会假的 我当时的想法就是 完了 完了 这下要完了 然后我就开始哭 眼泪鼻涕整了一脸 即便是这样 还是不能动 这样过了不知道多长时间 我再醒过来的时候 是第二天早晨了 据我们同事讲 我那天没去上班 也没请假 给我打电话也不接 然后呢 领导就带人过来找我了 一进屋发现 我的工装 整整齐齐地铺在地上 像是刚烫运过一样 特别的工程 再看我 被我的睡姿给惊着了 我的身体完全是一个麻花状的 身体朝着墙壁 脸却向后 脑袋几乎是转了一百八十度 据我同事说 他看到我的第一眼 吓得以为我的脖子 让人给拧断了 整个身体的姿势 特别的静松 因为活人呢 是做不出那种姿势的 他们以为我死了 打了120 医护人员来了以后 说我是深度休克 一边抢救 一边说 几乎没有生命体征了 但奇怪的是 我居然醒了 当时 给我同事连带120的人 都下个半死 后来我说明了情况 申请休假了十多天的年假 才缓过来 现在想起来 我依然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我当时的感受 如果说 我只是梦言 那我极度你有趣的睡姿 怎么解释呢 工装明明已经挂好了 却被发现 整齐地扑在地上 又怎么解释呢 如果说一切是真实的 那我看到的 又是什么呢 我当时到底是清醒着 还是睡着的 这一切无存考证了 我也不想去想了 只能祈祷以后 再也不要遇到这样的事情了 凶宅探灵 我叫谭博 2018年9月份左右 事情发生在 山东省 日照市 俗话说 一运二命三风水 风水是中华民族的一门悬术 历史悠久 我想不管你生活在哪里 都市 还是农村 在你身边总能听到 或者看到讲究风水的人在 这些人往往对风水 都有自己的理解 从办公室布局 到家里的家具摆设等等 都会按照自己的理解 来布置的 如果有一个地方 真实的发生过 非正常死亡事件 往往这里就会被认为 是凶宅 世界各地的凶宅 多多少少都传出过 一些灵异事件 他们安静地坐落在社区里 街道旁等等 引诱着那些 渴望安宁生活的人 成为他们的受害者 互联网时代 让这些凶宅的信息 传播得更快 有些人就会被 这样的信息所吸引 就比如我的好朋友 康瑞 康瑞是我的死党 他从小脑回路 就跟别人不一样 从上学到参加工作 不管遇到什么问题 他的观点 总是那样的独特 除了嘴巴有点碎 其他的什么都好 这一天是周末 我们几个死党在康瑞家 看童年上映的电影 《潜伏四》 影片大概讲述的是 灵媒伊丽丝 在一次灵异事件中 偶然让他回到了老家 而在他老家的房子里 却发生了更加恐怖的灵异事件 电影看完后 康瑞就开始他的阴谋 煽动我们几个死党 一起去找一个凶宅探灵 或许当时大家都才看完电影 被电影里的情节所带动 脑子一热 就答应了康瑞的提议 随后纷纷掏出手机 搜索国内的凶宅情况 不一会儿 康瑞拿着手机让我们看 哥几个 看看这个怎么样 你们看下面的评论更劲爆 要不就他了 这个地址是在山东日照 有几个朋友因为工作原因 或者是家庭原因时间不允许 我们讨论了一会儿 最终去的只有我们几个 康瑞 王康 刘海涛 还有我 我们约定的时间呢 是第二天早上出发 我们各自回家准备了简单的行李 第二天早上 来到康瑞家集合 从西安开车到日照 得有一千多公里 我们一口气开到济南 住了一个晚上 第三天中午就到了日照了 在康瑞的带领下 我们吃饱喝足后 大概下午三点多 来到了康瑞所说的 凶宅 到了这个小区门口 我们四个在这附近四处看了看 整个小区里只有四栋楼 各个楼层的窗户玻璃 有一块没一块的 墙面也是面目全非 小区里是荒草丛生 门卫传达事理 空无一人 透过没有窗户的窗户 看里面是乱七八糟的 还伴随着一种说不上来的恶臭 这小区的大门呢 已经是秀气斑斑了 一条生锈的铁链锁了起来 旁边还有个小门 已经严重腐蚀了 轻轻一推就开了 然后我们四个背着包 拿着摄影器材 刚踏入小区 一阵凉风吹来 不由得让人哆嗦了一下 康瑞和王康走在前面 刘海涛则是拿着摄影机 跟在我们后面 我走在中间 又在我们来到一栋楼的面前 王康突然一巴掌 就拍在了康瑞的后脑勺上 康瑞一扭头 随即王康又是一巴掌 扇在康瑞的脸上 康瑞暴怒道 你他妈疯了 打我干啥 康瑞这一寒 王康站在原底 一动不动地看着康瑞 眼看着康瑞就要动手打王康 我赶紧上去抱住了康瑞 从这个角度 我看着王康的眼神 已经很空洞了 有种说不出来的诡异感 刘海涛连忙放下摄影机 跑过来拉住了王康 就在刘海涛拉住王康的一瞬间 仿佛王康又变回了正常 王康回头看着刘海涛问他 咋了 刘海涛说 什么咋了 你咋了 你重心了 王康无辜地说道 啊 没有啊 这不是走得好好的吗 此时啊 我放开了康瑞 我俩对视了一眼 康瑞说道 别扯淡了 你刚才吓唬你爹呢 这一时的气氛 有些紧张了 我们三个看着王康 王康表情则是很无辜地看着我们 就好像刚才发生的事 他全然不知一样 我为了缓解气氛 就说道 哥几个 别闹啊 咱们是来探灵的 别整这些什么乱七八糟的幺蛾子 我的话音刚落 大家似乎都达成了默契 都沉默了 相互看着继续往里面走 刚才王康的反常举动 好像让我们每个人都提高了警惕 精神极度紧绷 我们进了楼里 来到一楼的一间屋子里 进门是一个很大的客厅 破沙发烂桌子 在客厅里凌乱地摆放着 严重的腐烂 已经看不出原有家具的颜色了 地面上到处都是烂杂质 肮脏的拖鞋平平挂挂的 我们依次排序地往房间伸出走 轻轻地推开一扇门 被康瑞的一声卧槽给吓了一跳 我抬头一看 是一个历史衣架摆在墙角 上面还挂着几件旧衣服 猛地一看 还真会吓人一跳的 就像一个人站在墙角一样 这时刘海涛说 别一惊一乍地吓唬人 我们深吸一口气 小心翼翼地 又往房间深处走 推开第二道门 空空的房间里什么都没有 只留下满地的垃圾 此时王康对着康瑞调侃道 什么也没有 也没有你说的那么邪乎啊 康瑞好像是没有听到似的 继续慢慢地往里面走 突然不知道谁喊了一声快跑 我们几个 不管三七二十一 撒压子就往外跑 跑到院子门口的时候 在车旁边休息 康瑞喘着气说道 咋了 看见啥了 我也是气喘吁吁的 看了王康和刘海涛说 不知道啊 你俩看见啥了呀 跑啥呀 只见他俩对视着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康瑞说 谁喊他快跑 我们三个看着康瑞 都摇摇头说道 不是我 随后我们几个 在原地愣了一会儿 不约而同地走上了车 就近找了一个酒店 住了下来 收拾行李 休息了一会儿 到了饭点了 我们来到酒店餐厅 点完菜 就开始总结 下午的凶宅经验 王康和康瑞一样 也是碎嘴子 他非得说 最后那句快跑 是他随身携带的 那块玉喊的 说以前康瑞出去探灵 都是靠这块玉 才让他们化陷为宜的 我随口嘲讽一句说道 嘿 哥们 咱吹牛 能有个尺度不 别什么东西张口就来 整得跟西方的媒体似的 此时刘海涛 对着王康半开玩笑地说 下午 打康瑞那俩嘴巴子怎么算 要么把这单买了 要么把这单买了 就算了吧 此时王康的表情 瞬间严肃起来说道 客几个 不开玩笑啊 这事我从下午那会儿 到现在一直在心里琢磨着 你们说我打康瑞 我自己真的没印象 我一直以为是你们拿我开涮呢 我们几个听了康王的话 脸上的笑容戛然而止了 我说道 狗骗人哪 王康看着我说道 嗯 我真没逗你们三个 这时 康瑞一巴掌 拍在王康的后脑勺上说道 你不是之前跟大师学过什么 阴阳风水之术吗 你学哪儿去了 就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隔壁桌的一个人 对我们礼貌地说道 朋友 你们是在 聊这酒店旁边那个凶宅吗 康瑞点了点头说道 嗯 你们知道那凶宅 简单地沟通了一下 隔壁桌坐的几个 他们也是外地来的 他们也是刚到 也是为了探这个凶宅而来的探灵小队 他们搜集的信息呢 比我们要详细的多 给我们讲了凶宅的由来 这大概是在几年前 这个小区是一个日照本地人开发的 建好以后呢 房子卖得不错 等到业主陆续开始装修的时候 发生了接二连三的意外 好一点的成了精神病 坏一点的就是阴阳两相隔了 从那以后呢 这传言开始了 很多业主将这里的房子 能卖的就卖了 房价从最早的七八千 降到了三四千 最终也是没人要 时间久了 就荒废了 去年这个小区里 还有几个保安日夜巡逻 后来都好像是离奇的失踪了 那地方啊 就再也没人敢去了 就在我认真听着的时候 康瑞说 敢不敢组个团 去那睡一晚上 看看到底有没有灵异事件发生 我瞪大了眼睛看着康瑞 康瑞也看着我说 谈大胆 你胆子大 给大家先表个态 这我本来不觉得什么 听完隔壁桌那几位朋友说的信息 我心里还是毛毛的 但康瑞呢 把我推到了浪尖上了 我只能硬着头皮 冲着王康说道 那走呗 王半仙 你觉得呢 这王半仙啊 是康瑞的绰号 王康笑着点点头说道 走就走 谁怕谁啊 说完以后 我们三个都看着刘海涛 刘海涛无奈地说 去去去 我也去 来山东 不就为了这个兄宅来的吗 此时隔壁桌的一个朋友啊 他们都叫他大头 他说道 要么我们一起去吧 真多好办事嘛 我们几个心里啊 肯定是欢迎的 于是就点头答应了 随后我们吃完饭 准备了一些东西 就像下午那个凶宅 紧发了 不一会儿到了凶宅外面 打开手电筒 小心翼翼地往里面走 找了一间相对比较干净的屋子 稍微收拾了一下 放下睡袋和行李 或许大家都比较害怕吧 我们一行人七八个 默默地挤在一间房子里 开始我们有说有笑的 喝着小酒 吃着零食 听着大头他们 跟我们分享他们以往的探灵经历 也不觉得害怕 到了十一二点 大家都困了 于是大家商量好 轮流首页 每人一个小时 抽签决定先后顺序 并且呢 架设三台摄影机 在我们的周围 康瑞第一个首页 我们就先睡了 我排在第五个 可是我一觉醒来 已经是早上八点了 看见大家还都在熟睡当中 我就叫醒了康瑞 问他有没有发现什么 康瑞说 什么也没有发现 他昨晚实在是困得不行了 就睡了 他睡的时候 王康是醒着的 但是王康说 他昨天晚上 也是一觉睡到了早上 中间并没有醒来 随后我们赶紧 打开了摄影机 查看昨晚的情况 开始的时候呢 一切挺正常的 直到一点多 康瑞换班的时候 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只见康瑞在影像中 独自一个人 站在房间门口 对着空气说话 离摄像机有点远 听不清楚在说什么 还在比划着什么 然后回到自己的睡袋里 就睡觉了 随后房间出现了灵异现象 康瑞刚才站在的地方 地上有一个红牛一拉罐 无缘无故的 无缘无故的就动了起来 以及整个房间的门 自己打开了 影像中 隐约还能听到些许的脚步声 看到这里 我们吓得赶紧收拾东西 就往外面跑 回到酒店后 我们平复心里的恐慌 到餐厅吃早饭 边吃早饭 边讨论着诡异的情况 是怎么回事 大头和他的几个朋友 怀疑康瑞那是梦游 但是我清楚 康瑞是没有这个毛病的 从小我俩就睡在一个屋里 后来争了一会儿 这话题就过去了 到了九点多 餐厅里基本上没什么人了 除了我们几个 就剩下几个工作人员了 我们向工作人员 打听旁边凶宅的事 其中一个工作人员 向我们透露旁边小区 是一个本地人开发的 凶宅的传言 是因为当时公司内部 分红不均 有人编造故事罢了 听到这里 让我们有些许的失望 因为时间的原因 我们中午就得返回西安 和大头他们告别以后 我们就踏上了回西安的路上 此次探灵的几个疑点 我至今无法想通 比如最开始的时候 康瑞来的那两巴掌 以及那一声快跑 最后还有影像里 康瑞在和谁说话 和灵动现象 很多故事背后 也许是有人在搞鬼 又或许有着难言之隐 到底事情的真相是什么 由于时间的原因 我们也无法考证 最后只能带着遗憾 回到了西安 前两天还听到 康瑞说那个地方 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 花园酒店了 才开也不久 也好像听说 那里出现了灵异事件 听他说到这里 我连忙白手说 我不去 你别打我的主意 疫情期间 别给组织增加负担了 大家还知道 国内其他的凶宅吗 如果让康瑞 带你们一起去探灵 你们会带些什么东西呢